大家好,包子柔软不塌馅,怎么做?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泡生姜水,里面放上花椒蛋料 它的作用是曲腥,最好捏过捏过两下 肉馅中放上酱青、盐、少放点胡椒粉、花椒粉 再放上点蚝油,充分搅拌均匀 之后把生姜水倒入其中 分剔倒入里面,之后准备发面 准备400克面粉,中筋面粉 36、7度左右的温水,不要太热 太热的话,会把酵母烫死 酵母粉,这是11克的,我放了一半,大概5.5克左右 温身搅拌均匀,之后倒入400克的面粉中 水,这里放了210克的水,之后用右手简单的揉搓一下 之后盖上盖子,醒15分钟 回来揉的话,它就会变得光滑了 今天我包的是剑菜,大家也可以任意放自己喜欢的其他的菜 韭菜、包菜、芹菜的都可以 切好后,拌入刚才拌好的馅料中 大概过了半小时左右,不用等它醒发 直接,我们直接和面,简单揉搓,不要排气排得太厉害 我这里分了16个机子,之后简单揉搓,弄成小圆饼 之后用擀面杖,擀成大概12、3厘米直径的包子皮 中间是骨的,四边是薄的,这样的皮呢,底下不会漏 所有的包子包好了,无需盖盖 醒发45分钟到1小时 醒好后,上锅蒸,水开后蒸15分钟 好,怎么样?多看几遍视频,相信你也会做的 谢谢大家收看 很好耶,真的很好耶